6月3日至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英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 在隆重而繁忙的外交活动之外,英国民众也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英国人的政治幽默和讽刺传统,英国人对国民医保制度的热爱,都在这几天的抗议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抗议活动现场,幽默和咒骂,抗议活动中的英式讽刺。 据路透社报道,就在4日特朗普与英国首相特雷沙梅,在唐宁街举行会谈之时,上千名抗议者,在不远处的特拉法加广场上举行活动,抗议特朗普的到访。 华盛顿邮报称,估计有7.5万人,在伦敦各处参与了抗议活动。 此次抗议的参与人资料,称,少于去年特朗普访英之时。 但是,英国人仍然展现出了他们特别的幽默感。 抗议活动中最著名形象,莫过于将特朗普扼稿位握住手机,裹住尿布的特朗普宝宝巨型气球。 这个气球在去年特朗普访问英国时,就已经出现过。 伦敦街头一个特朗普宝宝气球亮相。 英国民众抗议美总统特朗普访英。 视觉中国图 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援引抗议组织者之一凯文史密斯的话说。 特朗普宝宝气球,是英国历史悠久的政治讽刺漫画的一部分。 和报纸上的漫画并无不同。 只是正好是3D的。 还浮在空中。 抗议者还制作了一个巨大的特朗普形象的塑像。 特朗普坐在金马桶上用手机发住推特。 塑像还配上了音效。 可以重复播放特朗普的名言。 比如我是精神状况非常稳定的天才,你这是假新闻。 当地时间,2019年6月5日。 英国伦敦。 一个巨型特朗普上厕所人偶亮相街头。 英国民众抗议美总统特朗普访英。 视觉中国图。 华盛顿邮报指出。 此次抗议活动,充分展现出英国人制作幽默,甚至是有些无理的标语牌的传统。 比如有人在标语牌上写著。 英式幽默。 送为盲一本书陛下。 干得好。 这是在集住6月3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送给特朗普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住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路一世讽刺特朗普。 还有人打出了把你的小手从我们女王身上拿开的标语。 在三日白金汉宫的晚宴上。 特朗普结束致辞后,似乎轻轻拍了女王的后背。 媒体批评称,按照英国王室的礼仪规定,只有女王先伸出手,其他人才能和她进行身体接触。 抗议者不仅是制作标牌,呼喊口号。 有人推驻超市购物车,车里装满了印住特朗普头像的侧纸。 二卷的售价为5英镑。 伦敦街头出售特朗普头像侧纸。 视觉中国图。 还有人把自己扮作关在笼中的星星。 戴住特朗普的面具和他的竞选棒球帽。 笼外则是一个外表,酷似英国前外交大臣,脱欧翔硬派鲍里斯约翰逊的男子。 穿著囚犯的条纹服装。 还有许多抗议者头戴印住,让美国再次伟大。 谈和我拔的棒球帽。 让美国再次伟大,正是特朗普2016年竞选总统时使用的口号。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在竞选期间,经常代印有此口号。 棒球帽。 英国广播公司BBC称。 抗议者结合了幽默和咒骂,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展现了英式的讽刺。 路透社报道说。 组织者将特拉法加广场上的抗议活动,称为反抗的狂欢节。 抗议者表达出了各种各样的诉求。 如批评特朗普的种族主义,不尊重女性的言行。 抨击特朗普的气候政策。 甚至包括反对英国脱欧。 英国《卫报》专栏作家乔纳森·琼斯,在五日发表的文章中犀利地指出。 类似特朗普宝宝气球的抗议行为。 其实只能让人们以为,自己拥有比实际情况更多的力量。 琼斯写道。 英国人没法摆脱这个可悲的总统。 但是,我们可以用无理的艺术侮辱他。 同样,他也在文章中,回顾了英式政治讽刺的传统。 不过,特朗普本人对抗议活动并不买账。 在四日与特雷莎没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他称抗议的人非常少。 很多都是假新闻。 乔纳森·琼斯也承认,讽刺可能会伤害他特朗普的感情。 但不一定会对他造成损害。 NHS,表态,引发轩然大波。 英国人对特朗普的怒气。 在他要求开放英国引以为傲的国民医保制度,NHS的表态之后。 据新华社的报道。 在英美两国的贸易谈判中,NHS向美国投资者开放问题,被认为将是一个难点。 目前,英国政府不允许外国资本参与NHS的运营。 但美国驻英大使此前表示,两国的贸易协议谈判,将涵盖一切相关的商品和服务。 包括NHS,特朗普在四日和特雷沙梅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包括NHS在内,一切都可以摆在谈判桌上。 NHS是英国公共医疗服务系统,已有七十多年历史,致力于为英国范围内所有人提供前面、普遍、免费的医疗健康服务,被视作英国福利制度的象征。 据新华社早前报道,近年来,受财政紧缩影响,NHS因效率低下、资源不足等问题饱受诟病。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指出,NHS一直为英国人所珍视。 历史上政府试图收费,或引入私人投资的计划,都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轩然大波。 英国人热爱他们的NHS,CNN如此写道,并援引英国健康行业智库国王基金Zaginformed,高阶研究员丹维林斯的说法称。 英国人对NHS,有杜根深蒂固的感情。 NHS,几乎是国民心态的一部分。 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表演,甚至设计了一个环节。 以展现英国的NHS制度,抗议活动现场。 不难理解,为什么特朗普和美国大使的言论,会引起英国政界和民众的强烈反对。 在针对特朗普的抗议活动中,也有不少人打出了诸如把你的手从我们的NHS上拿开的标语。 在英国独立电视台IPV于次日记者会后,对特朗普进行的采访中,该节目于5日播出。 特朗普又表示,他认为,NHS并不在谈判桌上。 。